扛着聘礼这群长辈要去迎娶新娘 他们都是记忆保养班的学员 其中这对新人和走在前头的小姨子 一家族三人都是学员 有啊 有稍微有退化 去不住啊 我只要叫他出来 可能这样到 弟弟也有 其中78岁新郎刘阿公 退休后十年都待在家与人少互动 记忆退化严重 以前都比如说算数不太会 现在算数减加减整组的会考一百分 以前考零分 近90岁的许妈妈拿着小雨伞跳舞 还是灵活可爱 她的儿子还是研究长辈健康科学 国卫院副所长许志诚 两老们每周都期待来上课 除了做科学研究以外 最主要就是要能够帮他们活跃起来 能够把他们带动起来 失智的问题 它是不是那么可怕 是你要懂得怎么凝聚起来 用爱把它凝聚 然后家属们就会得到一个疏押 来自台湾各地12个记忆保养班 像是回娘家一样一起同乐 也分享成果 大爱新闻新王昭中台南报导 今天是大爱剧场